大家好,我是老吴 那么今天呢,我是给大家讲解的是我第一部的实战视频 那么这一部实战视频呢,可能跟你们以往所看到的所有实战视频都不一样 因为如果没有配我的这个解说呢,可能你会看得一头雾水 为什么老吴你跟女生的约会是这样子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会一一的告诉大家,为什么要这么去做 那么在还没有看到视频之前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知道很多兄弟们就是经常在琢磨 那我约会要怎么样去进罗女生,是吧 要怎么样去跟女生去进行一个身高关系 就整天满脑子会想这个事情 那么导致说呢,你在跟女生约会的时候,你就会显得很不自然 因为你没有把自己投入到那个真正的约会当中 然后呢,因为你的不自然,然后呢,去刻意的去做一些东西 导致最后呢,你这个失败 最后呢,就导致你这个实战呢,是以失败告终 那么我们何不换一个想法呢,就是说我们在线上跟女生聊天的过程中 你就把那些暧昧的情愫啊,等等的一些东西都植入在里面 那么这样子你跟女生约会出来,其实走的就是一个流程而已 所以你们在那个后面的视频可以看到就是我跟女生在吃饭的过程中 我们只是面对面在吃饭,像一个朋友一样,对不对 然后呢,但是呢,我在出门的时候呢,我就拢了她的腰 是吧,她也没有拒绝 然后呢,在过马路的时候呢,我就牵了她的手 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也不用去说什么话 是吧,那女生也没有什么反抗 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我在之前把很多东西都已经铺垫好了 包括我们的吸引,对不对 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先给大家讲一部分我们在线上聊天的一些重要的情节 然后为什么我会去约她,然后去做这些东西 你们通过这些聊天记录呢,就一目了然了 等一下在煮吗 我不需要的她 那这边好开 这边,你要不要吃辣的,你不是辣的,直接去不加辣 我先试一下嘛,我也没吃过 你不能吃辣嘛 我先试一下 我看会不会很辣 不辣就给提提香 因为这家店是那种老程度开的,开了只十年了,还蛮好吃的 要加辣 一点都不辣 一点都不辣,又要加辣 哇 觉得 觉得什么 感觉你都不能吃辣的 不要,我很能吃辣 我还特别爱吃辣 那就行啊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陪外地人吃创伤 我连续吃了半个多月的创伤 连续吃了,然后就吃火锅和创伤 我吃了已经四五家了 然后就差不多 反正就兜兜那样子嘛 这家呢 这家第一次吃 还开不出 但是黑幕挺新鲜的 好吧 你笑什么 没有 你在想什么呢 没有 我怎么说了黑幕 你看你的 而且你看我 看我拿我也不知道拿什么 我每次拿都是拿这些补腰补肾的 他就觉得他没车 然后又不能做更好的人 他所有事情都带了多少钱 然后我就分了 分的我特别难过 我还不分他 那你也是挺好的 不会说 我觉得男人又没有钱 所以我还是无所谓 毕竟那么年轻 因为你喜欢老司机嘛 我知道 对啊 不是 对啊 又不是你怎么鬼 不是啊 其实你不要跳次 没有 因为我觉得嘛 就没必要 然后嘛 有钱不钱 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开心就好 啊 重点是那个人什么 我好不好是吧 就是我好不好呀 哦 有没有在他上面 就是说一个男人有没有钱 无所谓 但是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善惊心 嗯 明白 这很重要 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谈恋爱 等到26岁的时候才谈恋爱 因为靠高勿远 要求太高了 是吧 又要 你知道吗 我以前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谈恋爱就是要奔着结婚去嘛 是吧 然后就想找一个很好的 我感觉你太纯了 啊 你太纯了 你太纯了 太纯了就觉得我 对 以前特别纯了 现在也很纯 真的有的 有的人一上来就问我 你是不是给 他说我又健身 是吧 又健身就没有那个 是我那样 是吧 但是怎么不跟他们说好 您现在说啊 今晚说了呢 那把你丢到一边吗 你是不是傻 哦 你看你昨晚半夜的时候 情绪多激动 哎呀 就是 根本没有了 没有拿能敢工作 这样的话 哦 就身边的男的没有人敢跟你这么说话 是吧 对啊 你是第一个 我是第一个啊 后来一半都会考虑我的感受 我都很想一般一般都蛮好的 对你无微不至嘛 对不对 对 那我不就是 对你最差的那个 有点 你只要无视我的相爱 你气死我跟我说 你今天11点 你昨天11点以后给我回复 啊 我真的对啊 我家的这家整体都挺好吃的 那些材料都不错 还好 下次可以再来 主要是方便 吃完就可以去蹦迪 他们就蹦完迪出来吃 我也不知道他们家到今天 为什么要吃不快呢 慢慢吃啊 时间那么早 哎 等一下 你是买了电影票了吗 没有 就直接过去看 我怕时间过了 然后我先看 都看着那个时间 他早一点的有没有吧 嗯 那是什么要吧 没有可以啊 你敢看鬼片 我敢看 我是怕什么 我是怕等我那个 你你你你吓到我了 你看到看了 你不怕 不怕看鬼片的吗 嗯 我一方示范 原来那个时候 挺多的眼睛 他就光着膀子 在家里看鬼片 他在家里 家里炸我打 我主要是 怕什么呢 就是你说看鬼片 然后看着看着突然就 用力抓住我 你知道吗 用力抓住我 然后尖叫 会不会 为什么我要尖叫 因为女生不都很多 都这样子的吗 我是女汉子 你是女汉子 嗯 那就好 我怕不是被电影吓死 是被你 是被被你吓死 那不可能 你要看什么东西 看他笑影影的 我有朋友 他问今天晚上 问今天晚上过十夜 跟我去不去 我去玩游戏 你又不是要玩 我知道 所以我什么都 我也推掉了 好好的过一下二人视线 有没有人说过你不太贴心 对啊 你不会照顾女孩 我会啊 我很会照顾女孩 但是因为你是女汉子 啊开玩笑啦 就我啊 嗯 你不会觉得 有些人觉得我很高冷 对啊 那是因为你跟我聊过天 啊 那是因为你跟我聊过天 而我的日程都安排得很满 嗯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每天都是 从早到晚 对不对 好几次都半夜还在聊天 对啊 还聊完就睡了 又回的太慢了 有些时候在弄东西 那也不是借口 意思是要秒回你咯 是吧 你回的好慢啊 怪我咯 就是啊 那怎么补偿嘛 下次回快点 哦 就这样子 不然呢 那那又不算 你好慢啊 每次回的 那回的再慢一点怎么办 大黑 这么残忍 你舍得拉阿姨宝宝吗 你舍得拉阿姨宝宝吗 很烦呢 每次哦 你舍得 那手机又不是24小时在看 嗯 办法呀 那你有千万的人去看呀 这不是你的借口 多吃西瓜对前列相 多吃西瓜 你知道西瓜多吃给干嘛吗 没有 他 他除了那些利尿啊 什么的 然后他又给撞羊 西瓜撞羊 关我啥事 关你啥事 那我要多吃点 不过觉得跟你 跟你待着应该挺好的 就是我可以让我的节奏 给慢下来你知道吗 你不要想说 扶住我的时间 我的时间 我的工作 我 我 我又没说要控制你的时间 我只是说 我让我来跟着你的节奏走 你应该肯定的 阿姨的别着急 我做饭超级好吃 会不会打扫卫生 会啊 干嘛 你要我去帮你打扫卫生 天哪 啊 你咋了吗 我怎么 你叫阿姨就好了 为什么呀 给你做饭还是可以的 因为做了我也 做了你洗碗 我做饭你洗碗 我做饭你洗碗 我怎么不要 做了你洗碗 那你喂我吃 什么 你要喂我吃饭 我就全程不动手 自己吃 啊 自己吃 你自己吃啊 我没想你喂我就好了 哦 哦 你还要我喂你啊 啊 你以为你是个宝宝 对啊 我是宝宝呀 你家有厨房是吧 嗯 但是上次问啦 你说那些锅什么都 都没有的 对不对 有 但是没 没 现在我朋友来 现在我朋友给我买了一堆东西 那有餐具就可以了 有餐具就可以做饭 你洗碗 那你包我住咯 你包住我就包你洗碗 你会觉得老司机蛮好的 对啊 我现在也承认我是老司机 我不承认 纯小鲜肉 我说我啊 对 纯小鲜肉 就像一张牌子一样 那是因为你 你只看到了表皮 你还没看到肉 真的 真的感觉你好成心 其实我很污污的你知道吗 其实我很污污的你知道吗 我不是你 你的那个戒吗 操 有人把我位置给选了 就不要脸着谁啊 你选了什么位置 你选了最后一排吗 还是什么鬼 我选了前面这两个位置 哦 你照给我选了 我本来点的只有这两个位置 我本来点的只有这两个位置 它是个二底的 你这姿势挺美的 继续保持 哎呦 在吗 你现在已经这么无聊了 我们去上 走尾 走尾 上尾部吧 我吃的好饱 我说我吃的很饱 好 电影是11点吗 对吧 他不会稍微看起来 嗯 他买东西去啊 你手机干嘛要拿手里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在 微信上面聊天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 一些重点 然后在一开始跟他聊天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他这个人呢 是一个比较慢热性格的人 所以我通过我擅长的一个快速破冰的一个技巧 然后呢 简单的大概三句话呢 就直接读懂了他的一个内心 然后呢 他一眼就识别出来我是一个老司机 但其实上很多女生对老司机这个词呢 他是带有一定的褒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代表了你懂我是吧 你是一个懂得我在想什么的一个男人 那么这个女生呢 后面就开始问我很多我的一些身高啊 然后问我的星座啊等等的 然后我们又聊起一些大家彼此的一些情感的过程 所以呢我就发现这个女生呢 窗口还是蛮大的 然后也给她做了一些预期 就说比如像我们一起走在路上会很拉风 为什么因为她身高够高 一米七五是吧 是模特 所以身材很正 然后呢 然后后面呢我们就 后面就开始那种漫长的聊天 因为我在想 就说我离来成都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么在我们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要怎么去维护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 这就显得说第一次聊天特别的重要 我那天跟她聊完之后呢 她第二天早上主动了来说 她再给我说早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窗口的一个表现 然后呢 我在跟她下面的一些过程呢 其实下面这一个月的一个环节 都是在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东西 然后 直到在 四月底的某一天晚上 她突然 跟我说那个 想跟我视频 对吧 如果我在干嘛要跟我视频 那么我就跟她视频了 结果跟她视频完之后呢 我发现她的窗口就更大了 她说跟我视频完之后呢 就更加想了解我这个人 然后我发现 我现在这样看我们的聊天记录呢 很多时候都是在一些日常的一些交流 就是交流大家的工作啊 生活啊 了解大家的一个暗号啊 然后呢 她也经常会跟我汇报她在做什么 做什么 然后慢慢的我对她这个人的一些习惯呢 都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了解 所以 所以很多人总是误以为 聊天呢 就是需要用到很多的话术 其实我告诉你们是不用的 我们更多的是应该干嘛呢 通过走心 是吧 走心然后去进入女人的一个内心 去了解她 到她真正的是需要什么 啊 真正好 蛤 你不冷吗 你不冷吗 不冷啊 我冷吗 这个是什么 你点了 她要在搜的 等一下 玩一玩一喜欢 二十秒 你拿那个 妈妈 别叫了 我第一次看个电影 要拿这么多 天哪 天哪 这边 这边 怎么啊 你平时都拿了 我今天看电影 你叫她们帮我拿过那个穿船进去 好 你疯了吗 那很好吃啊 然后后面闻到 哇好香啊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在开始约会的时候呢 就是她到的时候 我只是站起来 给她打了一声招呼 然后呢 就 坐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只是一个 简单的聊天 然后在整一个吃饭的过程中 我只大配给她夹了好像两三次东西 就说很多兄弟们 你们在跟人家 然后她的效果更好 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 那个 因为我坐在这边 然后那个风一吹 那个 牛烟 就是那个火 就是串串的那个烟 就往我身上弄 我想换到她那边去做 是吧 后面呢 就没有这样去做 但是呢 这个也不影响我们的整一个约会 然后呢 在吃到后面的时候 你们有出一个细节 就说 我让她在吃那个豆腐 然后我已经吃饱了 我就坐在那里 然后呢 她说很好吃 然后我就说 那你夹一块给我试一下 然后呢 她就主动地喂了我 那么这种呢 就是我们在约会中的一些测试 包括说什么 换的杯子喝饮料啊等等 对不对 吃串串的过程中呢 她有跟我们说到那个 就是说她的 跟我分享了很多她的一个 做事情的风格 我说那个吃得差不多 我们就走 她就一定说 我们是 吃一点再看电影 慢慢吃 她跟我强调了很多次 慢慢吃慢慢吃 所以呢 我就必须要在那里等她 然后呢 在等她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有些时候 在跟女生的约会 你不用说一直都一定要 无时不刻地去跟她找话题 有些时候呢 你自己有些什么事情忙 你就忙你自己了 然后跟她说一声 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那看到我们吃完饭呢 我就发现了就是 她那个 就是我们一般跟女生第一次约会嘛 还是我们来买单会比较好 因为我看了她买了那个电影表 然后一出门的时候 一般来说 我跟女生第一次约会 就是说 除了有一些会拍合照的时候 去做一些镜挪 其他时候呢 都都不会 然后出了门的时候 我就试探性的去摟了她的腰 然后呢 她没有反抗 我就知道这个是 测试是OK的 然后走到 走到要到马路的时候 然后就牵了手 所以一切呢 都是很自然 所以呢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归功于我们之前的铺垫 好 然后来到电影院呢 我就发现她订的是情侣卡座 那我就明白了 这个女生今晚是想跟我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因为大家都明白 如果关系不到那一点 是不会去订这种东西的 而且当天晚上的电影呢 也是很 那个中国的鬼片嘛 但是很无聊 所以我们在电影看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时候呢 就转场 离开 然后呢 去了她 她的家 然后在她家的楼下呢 其实我就跟她 她又聊了一会儿 我说那个 她就跟我说了 她说 她说我那个太太纯洁了 不想 不想伤害我 其实 我通过她跟我说的这句话呢 其实我就明白了 其实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在整个 约会的过程中呢 其实基本是没有需求感 那么我只是为了说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真正的约会 其实不用太过于去注重一些什么 非要去测试 非要去进挪等等的 就是你在关键的时刻做关键的东西就OK了 那其实我们的约会呢 你不要把它想的那么的复杂 然后基本有一些测试就可以了 然后不用说搞得好像是去猥琐女生啊 或者干嘛的 会引起人家的感 所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约会实战的过程中 更重要的是注重一个那个舒适感的建立 所以呢 这个机影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这个也是我们把妹的一个核心 所以大家听了我讲的这些东西之后呢 再结合我的聊天记录 你们去做一个分析 你们就明白了 其实约会并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复杂跟困难 你们也不要说因为看了别人很快 然后呢你也想说很快 因为这个是对于大部分大部分人来说呢 是不合适的 因为我自己也带了很多的学生 我就明白了 其实很多时候呢很多人还是适合先慢一点 然后当你很熟悉很老练的时候 你的社交直觉很强的时候呢 你再去加快你的一个节奏 而且我们我们整一个约会跟实战呢 就说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女生的窗口跟属性 来判断你今天的一个作战的一个方式是怎么样的 而不是说所有的女生都是千篇一律的去操作 好希望大家看了我这一个视频之后呢 你们能对那个约会有重新的认识 然后你们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我希望就说这个视频出来之后呢 能够帮到你们 谢谢大家 如何添加浪迹教育微信公众号 在添加朋友里点击公众号 在搜索框里输入浪迹教育 点击浪迹教育 点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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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关注